哈喽,大家好,今天教大家做一款做法既简单又非常好吃的草莓抱抱卷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试做一下吧 碗中加入30克纯牛奶,20克韵米油,给它充分乳化均匀 再加入38克低筋面粉,继续化Z子型拌匀 拌匀后再加入两个蛋黄 继续化Z子型拌匀,拌匀后放一旁备用 两个蛋清中加入几滴柠檬汁 先用电动暖的气打出大气泡,25克白砂糖分一次性加入 一直打发到由小弯钩即可 取1%蛋白霜放到面糊碗中,上下翻拌均匀 拌匀后全部倒入蛋白里,继续上下翻拌均匀 拌匀后装入裱花袋 把它大小平均挤入烤盘当中 送入天天预热好的烤箱 中层上火180度,下火160度 烤18分钟 另取一个碗,碗中加入100克奶油 用电动暖的气打发 把奶油装入裱花袋里 取一个晾凉的蛋糕坯,上面挤上奶油 放上草莓,蓝莓 上面过筛上一层糖粉 这样做法极简单又非常好吃的 把草莓包包几碗就做好了